二十二节,读完二十九节 我们去看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 请大家找到之后,我们可以在现光网一起来读 阿玛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二节 可见神的恩赐为严厉 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 向你是有恩赐的 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赐里 不然你也要被坎下落 而且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 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 你是那天生的野橄榄上陷下来的 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 何况那本树的知子要接在本树上呢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者奥秘 就说,有几分是硬心的 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如经常所记 必有一位旧主从石安而出来 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 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 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纳的约 就着福音说 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的 就着简算说 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梦外的 因为是没有后悔的 上星期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失足 但是没有传言的跌倒 因为神按着恩典的简算 在历世历代都保留了一群犹太的选民 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 从来没有一个时刻 是整个Generation 全数人都背弃神 可能是少到只有 耶稣和加勒 两个人的这样的Generation 但是从来没有所有的人都背弃了神 神的旨意断付 不是要以色列人完全的倒下来 完全的不能够再起来 就好像我们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boxing match 就是拳击比赛里面 有些一个拳手可能被人打到 转来转去昏陀陀 这样的样子 在这儿摇摇晃晃 但是只要他不跌倒 或者想着他跌倒之后 只要他在裁判数十下之前 他求回起来 他仍然可以继续站起来 以色列人也是这样 在他们的历史里面 有很多次的 被外邦压迫 被人来攻击 甚至亡国秘劳 但是神都保存了一群的愚民 在神救出人类的计划里面 以色列人跟所有人一样 我们不能够靠着行律法 在神面前清移 他们当中有一部分的人 会不信 不接受神差离的尼赛雅 这是神预先就知道的事情 所以没有令到神操守不及 当我们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害怕 神会不会操守 他不知道怎么做 更加不会让神 不能够成就 他跟以色列人所立的药 他们失脚的情况 不会是永久 他们现在的确是陷在过犯里面 在发挥选民的功用上面 他们失败了 但是在神的恩典安排之下 他们在过犯可以使世人腐足 他们的失败 使外族人腐足 特别是促进了救恩就临到外邦人 促进了救恩临到外邦人 不是神本来的计划 就是要救恩临到外邦人 但是这个不是神最终的目标 神定规这些事情发生 为了要激起他们 激起以色列民的奋发 要激励他这帮离开神 偏离神的 不信神的以色列人 他们会回转 他们会归向神 他们要达到 神为以色列民所预备的丰门 The fullness 以色列人的丰门 有些翻译翻译到 他们满数得救 他们要回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知道 他们的过失 他们的缺乏 都是暂时的 有一天会终止 以色列民要再一次的站起来 保罗接着用了接资的 Crafting的一个比喻 来形容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关系 特别是外邦信徒 外邦的基督徒和选民的关系 他用犹太人列祖 包括神对列祖的应许 作为根源的一个橄榄树 来代表犹太人 代表这帮的选民 这个橄榄树的树根 谁选谁选 都是神自己完全的主动 完全的主权 完全是按着祂的恩典来祈祷 不是我们可以自挂 不是我们自己赚取 所以作为接资的外邦人基督徒 我们要额外的谨慎 不要心高气傲 也都不要重蹈以色列民的腹切 免得我们会遭受 好像本知同样的惩罚 被神折下来 我自己的了解 我自己的领袖 在这个比喻里面 那个除掉了那些 不结果子的枝子的橄榄树 是指到在以色列人当中 神一直所保存的犹太人的愚民 不是以色列的传民 是以色列人当中 那些被炼净 那些对神忠心的愚民 才是旧约时代的选民 现在加上被接资上去的 外邦基督徒 和现今世代信耶稣的犹太人 这些现今世代的犹太人的愚民 就构成新约时代的选民 上次我们在说的选民 不是以色列全家 而是以色列人当中 蒙神简算 不单止是被召的人多 选上的人少 选上的那群 圣余的小数 圣余的愚数 那羽民 才是神真正的选民 今天神将这个救恩 扩展到 扩张到 外邦人的当中 你和我恩信 清义 我们恩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可以 成为神的选民 成为神 在现今世代 他手中的弃命 我们就要承担 宣扬仇人的救恩 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使万民 作主门徒的使命 今天我们要继续 从橄榄树这个比喻 去探讨 神的恩慈 和严厉 怎样应用在 现今的选民的群体里面 我们要正视 目前大部分的以色列人 是不信神所差利的理财 是不信耶稣 有这个的现状 这个的现象 是真实的 这样全以色列都要得救 这个奥秘 要怎样可以得到实现 神讲了的话 一定成就 是怎样去实现 今天我们刚才去读的经文 已经给我们一些的线索 好叫你和我明白 福音和简选是共存 人要信福音 人要接受福音 是和神的主权简选 是并存的真理 不是有矛盾 求圣灵光照 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更加全面了解 神的恩慈和怜悯 祂的公义和言利 好叫你和我能够掌握着 我们做神选民的意义是什么 今天神要我们做祂的选民 究竟的意义在哪里 在我们个人 在我们群体的层面 我们如何去发挥 选民的功用 我们如何去成为 神functional的选民 求神帮助我们 罗马书11章的21节 神既不顾惜那本来的树枝 也不会顾惜你们 可以说是成先 啟后的一节的经文 他归纳了前面 对信徒的境界 也都引进神的恩慈和怜悯 提醒我们 我们要行切活在神的恩慈里面 所以要留意神的恩慈和怜悯 对跌倒的人是怜悯的 对你 对我们这帮信主的 蒙恩的人 只要你继续在他的恩慈里 他是恩慈 我们要继续持守 活在神的恩慈里面 不然的话 否则的话 我们也都会被斩下来 神的计划不是 要以色列全数跌倒 但当中的确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跌倒的 以色列人 终究他都不相信耶稣 终究他都不接受 神差利的尼采雅 而遭受到严厉的懲罰 是被神从这个 橄榄树上摘下来 反过来说 神的恩慈 显明在他向那些 爱主守主戒名的人 守约思辞外 只要你和我 持续信靠他的恩慈 以靠耶和华而行善 住在地上 以他的信实为良 这个不是新约教 这个是旧约 已经对着他的子民说 你们要以靠耶和华而行善 但以色列人 却落在 要靠自己的行为 来去清言 求神联敏 我们不要落在 他们的错误当中 求神帮助我们 活出神选民的身份 和功用 我们就不会 被神在树上斩下来 否则的话 我们都会像 旧约时代的选民 受到神严厉的懲罰 不是失去救恩 被斩下来 不是失去救恩 而是失去功用 不能够结出有属灵价值的果子 不能够被神所用 虚度一生 最后在基督台前 受审判的时候 基督审判台前 要交账的时候 要受试验 我们所做的工程 要受试验的时候 工程如果被烧了 它就要受亏损 自己却要得救 我们的得救是神的恩典 我们的蒙恩 是不会被改变的事情 虽然得救却乃像 火里经过的一样 消道光绝绝 是岂可空手回天 假如我们今天在地上 我们不体贴神的意思 我们不承担 做选民的责任 结果我们回到天上 没错 神不会丢弃我们 我们仍然是得救 却是好像火里经过一样 它是两手空空的去见天父 另一方面 保罗确信 以色列人整体来说 不会永久的跌倒 所以接着他就说 至于他们 至于那些以色列人 如果不是继续不信 他们仍然会被接上去 因为神能够 神能够将他们再接上去 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是神 他会成全这些事情 神没有忘记这帮以色列百姓 他们的心何时归向主 柏子就何时随去 那个柏子 如果看过南达后书的上下文 就是说到他们的心地干硬 他们那份干硬的心 神会改变 但因着神的恩慈 那个柏子在基督里已经废掉了 上来到至度 在神所定的日子 这个柏子会被揭去 以色列整体 仍然会被接在这个本树上 以色列整体 仍然要回到神的那里 神能够这样做的一个证据 就是如果那些外邦的基督徒 是从原来的野橄榄树上被坎下来 尚且违反本性的 摘在这棵培育而成的橄榄树上 那些原来的基督 难道不是更要摘在本来的橄榄树上吗 我们外邦信徒 都是曾经被斩下来的 不过我们是从那些不好的野橄榄树上 被斩下来 然后神用超自然的方法 将我们摘在那个 跟我们本性不一样 是被栽培是好的 是被培育出来的 是被栽种出来的 那个橄榄树 以色列就是神恩着 对列祖的 和列祖纳若而栽种的橄榄树 虽然已经加了这些的摘枝 这个橄榄树的树根是没有改变 这个树本身的本性也都没有改变 所以本树的知子 要照在本树上 更加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更加是绝对可以发生的事情 因着神的恩子 一切信耶稣的人 无论是犹太人是爱邦人 一切信耶稣的人 都是被拣选成为神的选民 同样的 恩着神的严厉 无论是橄榄树的本枝 无论是被摘上去的野橄榄的树枝 假如你和我不保守自己尚在神的爱中 我们都会被斩下来 所以我们要尚传信心 根基稳固 不受动摇 不要偏离福音的盼望 福音的盼望是什么呢 福音盼望是我们不单止蒙恩得救 而且我们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 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的 他都能够拯救到底 拯救到底 耶稣都能够拯救到底 有些人说 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得够 最确实的一个把握 就是你有没有持守到底 Perservance of saints 我自己更加觉得可靠 更加觉得神告诉我 神安慰我的 因为他的保守 Perservation of the saints 不是我们自己的持守 我们的持守不可靠 但是神的保守 他告诉我们 他能够拯救到底 你和我是不是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 我们有没有这个确实的把握 我们会在神的保守底下 但是神的确让我们有责任 我们要常住在他的恩赐里面 我们要依靠他的信实为良 我们要在地上行事 活出选民的身份和责任 接着保罗就说到选民的傲辟 他说弟兄们我不希望你们不知道这个傲辟 免得你们自以为聪明 接着他解释 以色列人当中有一部分是还紧的 一直等到外族人的传数都进去 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下 全以色列要得到拯救 他告诉我们 选民的傲辟就是 以色列人有一部分是还紧 会有外族人的传数要进去 然后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 全以色列要得到拯救 什么叫傲辟 在圣经里面对傲辟的定义 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 如今向他圣徒显明 这个叫傲辟 不是一些诡辟深奥的事情 只是说隐藏在神的心意里面 只是隐藏在神里面的计划 如果神不告诉我们 我们是不知道 不是一些很深奥的事情 只是当他告诉我们 我们就不明白 原来神是要这样做 神对选民的一些心意 神对以色列文的全盘计划 都是自古以来隐藏着的傲辟 直等到基督降世成就了救赎 选招了使徒 就好像如今藉着圣灵 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将这些傲辟来到全港出来 来到显明出来 让我们更加知道 我们属神的人 我们应该如何行事为人 如何行事为人 与蒙照的恩相情 关乎选民的奥秘 就是以色列人当中有一部分还港 一直等到外族人全数都尽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全以色列要得到全球 也正是因为以色列人中 大部分是还港不乏的 所以令人很难想象 有一天以色列全家会得救 当我们今天讲完以色列全家会 全部的以色列人会回转归向神 会信耶稣 好像是很渺茫的一件事情 但神借着使徒保罗 启示给我们 这个是神早已经预定的计划 而且他一直透过渔民 在那里实行出来 一直在那里发进展出来 这个奥秘包括了神要做一件事 就是使外族人的全数都尽去 尽到哪里 就是尽到神爱子的国内 当我们信耶稣 然后弟兄姐妹 圣经告诉我们 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我们不再在撒旦的权势下 我们不再在罪恶的权势下 他将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内 全数就是告诉我们 所有外邦人全数尽去 就是所有的外邦人 所有 不是所有 所有 神在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耶稣里面 简算了的外邦人 那个的全数 我们不知道那个数字 不是144000 不是144000 我们不知道 但是神已经在创世之前 在基督里面 不是欣赏我们的 不是欣赏我们的好处 不是欣赏我们的充明 给我们的好 是完全他主权的 简算了这些人 要蒙恩 要得救 要成为神 要成为基督里面的人 神耶稣曾经 告诉他所差械 出去传福音的 七十个工人听 那帮 基本上都是犹太人的 他当时的人 他告诉他们听 我另外有羊 不是这圈里的 我必须 领他们来 我另外有羊 不是这个圈里 不是犹太人 这个群体里面的 我必须顶他们来 因为从呼召亚巴拉罕 简选以色列文作 他的子民的时候 神就定义 要万国万民得福 我们讲过不止一次 他跟亚巴拉罕 呼召他 跟他立约的时候 地上的万族 要因你得福 都要一起 进到神的羊圈 与犹太人 合成一群 一起宣告 耶尔华是我的目者 今天 弟兄姊妹 你和我可以说 耶尔华是我的目者 我们读诗篇23篇的时候 我们唱这首 诗歌的时候 我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真的 真的成为 神羊圈里面 本来我们是圈外的羊 耶稣基督 就将我们带到圈外 接着神就启示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是怎么样发生 是怎么样发生 刚才我们讲过 在时间上面 是发生在 外族人传授都进去之后 换句话 恩典时期 或者教会时期 已经圆满结束 可能就是教会被提之后 圣经这里告诉我们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正如经上所及 是发生什么事情 那拯救者 必从石安出来 只不敬虔离开瓦角 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 那时我要除去他们的罪 神不是轻轻忽忽的说 算了 算你们没事了 你们全部上来 就是我在这里 神说 我要使敬虔离开瓦角 我要除去他们的罪 保罗 引用以赛亚的话 以赛亚书59章第20节 如果你将 nel话的 其他个系列文翻译本 直接回入中文的话 就是和这里基本上 差不多一模一样 那拯救者 必为石安出来 使不敬虔离开瓦角 所以保罗是引用 《七十四日本》里面的那一节的经文 《尼塞亚书》59章第20节 他在那里先知预言 尼塞亚将要为石安代表以色列国 因为耶路斯坦在石安山上 是他这个文化政治的中心 他说尼塞亚将要为石安 为以色列国而来 而且要施行拯救 要施行拯救将雅国家 从他不敬虔的状况中拯救出来 要拯救他们脱离不信 不敬虔不依靠神的状况里面 保罗将他稍微改了 必从石安出来 他不是必为石安 就是必从石安出来 就是强调那里讲的 是主耶稣第二次从天上降临 第二次降临 是耶稣再次降临的时候 因为在圣经里面 的确有用石安来代表天上的耶路撒冷 耶稣基督要从那里出来 他以选民的拯救者的姿态出现 要将以色列文从极度危难当中拯救出来 他要告诉我们 以色列全家得救是什么时候发生 当耶稣基督显现 当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将以色列文从极度危难当中拯救出来 我相信就是在哈密吉多顿的战役里面 如果大家不熟悉这个背景的话 大家看第十六章就会告诉我们 当时有列国围攻以色列 在这个最紧急的时候 当以色列面对生死存亡的时候 那些当时还存活的以色列全家 当时还存活的以色列人 他们会回转 他们会谦卑地向神凝聚 呼求神的拯救 他就会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 他审判争战东岸公义 就是说当主耶稣列天而降 当主耶稣列天而降 有利剑从他的口中出来 可以击杀列国 保存了以色列 应验了范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当他的市民 当他回转归向神 呼求神的时候 就必得救 这样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全以色列都要得救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神要成就 这个我们不能够想象的事情 接着就说 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药 其实在渔民里面 在《辛亥与日本》 那是第一句言由 我本来颠度了 那个字句的安排上 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药 这里所说的药 就是神在 藉着耶利米 已经预告耶和华 要和以色列家 另立新的药 当主耶稣再回来 当以色列民 全家归向神 全家得救的时候 神要和他们立新的药 在这个新的盟药里面 神对他的子民 有一个新的造办 神将悔改的心 射罪的因 似被以色列人 在神亲自的去简书 亲自的去呼活 亲自的去引导他们 回转归向神 那时 在那个时候 神要除去他们的罪 因为他们要回转 当他们认罪悔改的时候 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 神要除去他们的罪 而且 而且 让他们不会再背养 以耶和华说 那时日子以后 他和以色列家 所纳的药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的心上 我要作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这个是神 藉着耶利米所说的 所纳的新药 就是我要将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我要写在他们的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神的子民 这个岂不是 神和我们的纳区 神借着耶稣基督 向我们所纳区 有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要 宝贵师 要在凡事上教导我们 要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不会让我们撇起 不会让我们失去救人 犹太人和外邦人 凡是信靠耶稣 是基督 是尼采雅的 都是神的子民 都要成为神的选民 选民的奥秘 包括三件事 以色列人的硬心 外邦人数目天门 以及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全部都是神预定的计划 第一件已经发生了 让我们两眼看 以色列人硬心不信耶稣 第二件正在进行 你和我都经历到 你和我都感受到 外邦人可以得救 加添在神的角度里面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第三件也必然会实现 虽然以色列的现状令人难以自信 甚至没有办法想象 以色列全家都得救 但是神曾经应许 神曾经向他的子民说 向以色列人说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 祷告 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随听 赏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我相信在阿米加多顿大战之时 就是以色列人 自卑 承认他自己 不能够保护他们自己 向神祷告 寻求神 转离他们的恶行 向神就从天上随听 耶稣基督就列天而降 拯救他的子民 医治这个地 保存了这群属去的人 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 先知预告 必有圣语的民 从耶路撒冷出 必有逃脱的人 从石安散而来 万军的药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 神必成就这事 说完了选民的号碑 说明了以色列人 是前途是光明的 因为有神 为他们预备的出路 又有神 在圣经里面的应许 神自己 亲自 要成就这些事情 保罗再次回到 从选民的角度来分析 外邦基督徒 你和我这些 外邦基督徒 和以色列民族 今天我们看到那些 还未信耶稣的 以色列民 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就福音来说 因你们的缘故 他们是仇敌 就简选来说 因祖宗的缘故 他们是梦爱的 就着基督的福音 如何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在福音的progression 福音的进程来说 犹太人是受敌 犹太人 他过去将神的恩典 来说私有化 他说我们犹太人 得到神的恩典就好了 我们不需要向外邦 他们不愿意 向外邦人来传福音 他们没有承担 选民的使命和责任 他们已误了 神救赎人类计划的展开 所以在外邦人 得听福音这件事上 他们在神的眼中 是受敌 更好发现 他们是神所征护的 一个adjective 在原文里面 一个形容词 他们是被神所厌弃征护的 因为他们阻挡 神的旨意运行 所以就着福音来说 不是福音本身 福音本身对犹太人 都是有好处 在福音的进程上 他们在阻挡神 阻挡神的计划 来进行 所以他们在神的眼中 被捍卫 是可憎护的 但他们不是我们的仇人 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 以过往他们看不起我们 今天很多人会对犹太人 有一种 不是很尊重的态度 因为他们的不信 甚至很多人 去arguer 他们把耶稣基督针在十字架上 don't even go there 我们现在罪将耶稣基督 当成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自己甘愿 为我们舍命 是上相十字架 是神的救恩 神的计划 神在创世以来 在基督耶稣里面 简算我们去承担 他的救恩 就是这样的成就 就是从事的 就着简选来说 因着祖宗的缘故 他们是梦外 就着神简选的旨意 为了神对列祖的承诺 和他对关乎列祖的后裔 就是以色列人的应许 以色列人整体来说 仍然是神守约 施持爱的对象 仍然是神守约 施持爱的对象 神从来没有 将来也不会停止 伸手呼召 那些缘役顶罪的爆声 神说我整天在这里 伸手呼召 在过去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 将来仍然是这样 直到有一天 以色列全家都会归向神 都会得救 因为神的恩赐和选照 是没有后悔的 神的恩典的赏赐 祂的赏赐是基出于恩典的 就是说不是你和我所陪的 不是任何人所陪的 和人的表现无关 不是我们赚回来的 只是由于施恩的神 只是基于神的恩赐 他对选民的呼召 是按着恩典的简设 所以同样不在乎我们的行为 不是我们赚回来的 有他人不信 神却是仍然信实无变 友谈 不是整天 如果那些词 有时候词诗诗的 慈爱主 信实无变 他的慈爱 他的恩赐 是不改变的 以色列人背约 神却是 一直无悔的 手用 示慈爱 他从来 没有反悔 他从来 没有后悔 他要去成全 他要去成就 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 所以我们认定 犹太人是梦爱 犹太人是我们 全福音的对象 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 我们要为犹太人的得救 他们回转 他们全家得救 来到祷告 因为神说一定会发生 一定会发生 有一个已经信了耶稣的犹太人 他也是一个Bible Scholar 他有写南马书的注释 在书里面 他给我们一个建议 他说对外邦的基督徒 如何能够向犹太人全福音 最好的方法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活出一个 有属灵吸引力的生活 在他们眼前 在犹太人的面前 去见证一个 有属灵吸引力的 一个spiritually attractive life 一个有活力的 一个有动力的 基督徒的群体生活 a vibrant Christian community 是真实可以吸引神的子民 吸引犹太人 可以激发他们 叫他们会窒渡 会羡慕 神告诉我们 神今天救恩临到外邦 是要叫以色列祷告 但是要激发他们 propoke them to jealousy 但兄姐妹 你和我需要反省 人有没有羡慕我们的生活 人有没有妒忌 我们和神的关系 人有没有感觉到 神在我们当中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 这个保罗在罗马书一开始 第一章就告诉我们 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 无论是我帮人犹太人 但是一个的次序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 到第十一章 告诉我们 不单止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 最后仍然是犹太人 当外邦人 全数天满之后 以色列全家 就要得救 It will come full circle 从以色列人开始 向希腊 以至希腊 外邦人 才可以信耶稣得救 最后仍然是 以色列人 全家要得救 圣传神的治愿 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万民包括外邦人 也包括犹太人 因为万民都需要福音 因为人对不信 对敌党真理的人 是严厉的 而当我们正视自己 当我们面对人的时候 我们都会承认 世人都犯了罪 规决了神的荣誉 所以每一个人 都需要神的恩赐 我们都落在神的严厉 底下 我们都需要神的恩赐 世人 无论是外邦人 是犹太人 是我们自己 我们看人的现况的时候 可能会令你灰心失望 但我们有圣经 将神的奥秘 说了给我们听 启示了出来 我们知道 神永恒的旨意 神救世的计划 一定会胜存 因为以后话的热心 必成就这些事 这个是你和我的盼望 这个是你和我去做福音外展的时候 的一个确实的把握 不是我们自己有的 但是神是要成就这件事 神热心的要去成就这件事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热心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热心 我们有没有 share神的那个passion 蒙神简存 是一个属灵的福气 保罗欧经常说 当他列举天上各样属灵福气的时候 第一样就说到 就与神从创世以前 在基督耶稣里面简存了我们 但是这个福气 这个神的恩典 相随的是我们有义务 有责任 我们有恩典 我们有接受神的礼物 我们都有义务 我们有责任 去回应神 你和我是蒙神所爱 还是被神所争护 我们是the beloved 还是the hated 就视乎我们有没有爱神所爱 护神所护 我们有没有真的认同神的心 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我们有没有肩负 向万民传福音 使万民作主耶稣 门徒的使命 我们要为神 揀选了你和我们 去感恩 我们都要去祈求 神辅助我们 去尽选民的责任 去做神手中的器皿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就是基督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唯有你 唯有这位全知 全爱 全能 全智慧 All wise 的神 可以预定一个 这样救赎的计划 可以预定一个 这样使以色列全家得救的 一个的途径 虽然是很显而易见 当你告诉我们 就很显而易见 却是需要耶稣基督 付上一切的代价 需要耶稣基督 为我 为在座的每一个 走上十字架 舍命流血 才叫我们这帮 勃逆的 这帮不信的 这帮顶嘴的百姓 有机会回转 因为你不单止 为我们成就救 因为你每天的 在这儿呼召我们 在这儿呼唤 叫我们回转 叫我们归向你 叫我们真是来经历 蒙简算是何等美善的事情 求神帮助我们 已经蒙简算的 已经得着这个救恩的 我们真是 恒久地活在这个恩慈里面 以至我们真是能够尽上 做选民的责任 能够明白 能够体会 作成选民的那个意义 那个privilege 是一个的权利 是一个的权利 是一个的尾线 是一个的责任 更加求主 开启 在座 还未信主的朋友的眼 开启 开启 我们的信仰 我们可以看到 唯有你 唯有你 能够成就这个奇妙的救恩 而且你告诉我们 你热心去做这件事 因为你爱我们 你爱我们到底 基督为我们舍命 从此我们就知道 何为爱 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当我们思念十字架 当我们思念 耶稣的简算 当我们思念 我们的得救的时候 我们满心 欢喜快乐 我们充满着感恩的 来到你的根钱 也求神用你的爱 不再激励我们 不再为自己活 而是为我们 替我们死而復活的主意 活出神选民的身份 活出神选民的使命 求主使人 听我们的基督 奉主耶稣基督的命